以上是宋炳祥的成本导 世界佛教振兴会秉持大悲行愿 无处不现的精神打造了一部行动佛殿 今天在仁德运动公园举办祈福法会 关怀独居老人等较弱势的族群结束之后 这个周末将开礼贵人运动公园游泳池前广场 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祈福 请听下报导 世界佛教振兴会与台南姻缘深厚 宁国一百年就在仁德区成立法性分院 见当地信众听课文法 并在105年2月 在施力殡仪馆举行迷头渡王 祭圣旧度母肖斋加持法会 为0206地震罹难者超度 今年仁波且发愿透过行动佛殿祈福法会的方式 再次踏上为国家社会民众环岛拜佛祈福的旅程 世界佛教振兴会执行长陈和会指出 行动佛殿是宗教界的创举 是导师横性加措仁波且的创意 行动佛殿是一部由17吨的大卡车改装而成的大雄宝殿 供奉南无释迦摩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药师佛 行动佛殿开到你我家门前让大家方便礼拜 是一部17吨的大卡车改变的 那么一定要从这个车子的后头才可以看得出它是卡车 那为什么有这个车呢 我们的重点是希望把一个活动的活动的这个佛殿 开到你我的家门口 因为现在人呢大家都很忙 如果能够把这个佛殿开到它旧近 可以来礼拜的 那么大家在佛殿前许个愿啦 或是跟着我们送个经啦 那么之外呢 我们这个振兴会就是我的上司啊 我的上司呢 带我们除了带大家诵经以外 我们有很重要的是要做要关怀社会 行动佛殿今年6月从台北市出发 已经走了20站 上周末起一连四天在仁德运动公园举办祈福法会 12月7号到12月10号将来到归人运动公园游泳池前广场 12月14号到12月17号 将在安平区永华市政中心旁西拉雅广场 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祈福 以上新闻由记者宋炳祥许的为采访报道 我跟朋友们是不是有忠告信用 可是你如果是新普教的 上来我来访问的这些消息可能是有幸福 这是世界普教这么心灰的 因此准备公伴行动佛殿这部一卡印 宽敦去的活动 这些活动希望能复权让台湾国地 让大家都可以各台民安世界和平 另外在这个活动当中 邀安拜说一关花的自身的宜宴活动 第二点是有三条 有幸福的朋友你可以专门来带着自己起来 第一条是今天开始 11月30号到12月3号 第二点是在人籍的运动公分 第二条是12月7号到12月10号 在几年的公分路71号 也就是由应在头前的公分 第三条是12月14到12月17 第二点是在丹南市政府英华市令中心 的西拉雅广场 在古板活动的时候 是每一天早上九点 先来去古板这个旗号发会 三来也有很精彩的 应该的一个目的表演 也有说幸福高的人 应该都知道 这个佛陀的设立子 这是家庭的 在这次行动佛殿的活动 特别有家庭 有家庭的佛陀设立 有家庭的佛陀 所以好朋友 你如果说希望可以不说佛陀 来增加我们的地区博物 你就可以在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时间当中 省一个时间 来这里也可以不说佛陀 我们下期的观看 这次有这样的观看 我们下期的观看 摇